这位是桂莲举师问的 她是弟子刘桂莲 赞叹佛陀教育的伟大 更赞叹净空上人的恩惠全世界 若各个的首脑都能行出佛心 来干一切事业 世界还会有战争吗 社会还会有动乱吗 人民能不安居落叶吗 你所提的这三个问题 就是现在讲的多元文化 很难得在澳洲这个地区 这是 这个地区 很多地方的首长 这个宗教里面的领袖 学术界的领袖 都有这个认识 都在认真努力去做 而且这几年做的都相当有进步 我这次来昨天去拜访了 昆斯兰多元文化剧的剧长 今天你们看到 我们推选的这个新的会长 郭兰 他是澳洲人 这么多年来 也不断地在推动 多元文化的工作 我听他们两个人给我讲的时候 都有进展 都有进步 所以我们要更努力来宣扬 尤其是大方广佛华严谨 能够多有一点时间 在澳洲各个地区 去介绍一下 这是好事情 感谢观看